為什麼每次投資都賺小賠大 總是被收割當韭菜嗎 跟著十七年經驗 保險公司投資經營人 陳彥榮分析師 獨創A指標 科學認證 波段高點點 不再追高殺低 精準掌握下一檔標股 在投資市場成功獲令 歡迎收聽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由大萊國際證券投資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師陳彥榮提供 108年儘管投顧薪資第012號 本節目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福利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毛 歡迎收聽 今天2024年5月21號的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節目 本節目由大萊頭顧 陳彥榮分析師 我們的彥榮老師 來分享每日大盤跟個股 歡迎每週一到週五 下午4點鐘按時收聽 我們股市A指標節目 跟網路搜尋股市A指標 還有陳彥榮分析序喔 來跟上我們彥榮老師的腳步 現在就可以把老師的line給寫下來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加入之後呢 留下我們不同的通關密語 就會有專人為您服務喔 哈囉 老師午安 白毛午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彥榮老師 誒 彥榮老師老師有提醒 五月份是大行情的起點 在老師週報當中有預告的 6230尼德科超重已經十支漲停 2359所羅門也十支漲停 上全六支漲停 之前預告的佳能真的是漲不停啊 七天已經漲了55% 所以聽眾朋友們 老師的資訊真的要來索取然後跟上喔 今天呢 老師也特別推出了 佳能第二佳能第二 今天的粉絲福利通關密語要特別注意聽喔 聽眾朋友們要趕快來索取粉絲福利 那請問老師啊 今天大盤開低震盪 那接下來台股台股還會有攻擊的機會嗎 我想這邊是 可能個別股的表現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可能強勢股跟弱勢股的表現之間 應該是說南遠北側啊 所以這邊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手上的股票一定要做調整 那基本上就是要有成功的方法 成功的方法其實會造就一個成功的一個境界 包括像我們在4月6號 跟大家所預告的尼德科操縱喔 那這個是周報預告的 如果你有來拿周報的粉絲朋友們 真的是恭喜大家 那你會看到說 從當時4月6號到現在 也不過一個月多一點 那現在呢已經資金翻倍了 那包括在這一個2359的所羅門 也是我在節目上周報上也都有預告 沒錯 那今天又漲停板了 那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十支漲停板了 所以其實你說指數今天是跌 那昨天也不怎麼樣 可是呢 對啊真的你選對股票啊 這個機會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所以有時候一樣在做股票 為什麼有些人喔 那麼這個洋車洋房啊 起大廚 平地起高樓啊 但是有些人啊 這個資金啊 就不斷的縮水再縮水 這個差別就在於說 你的方法有沒有用對 你有沒有跟對人 尤其現在這麼多粉絲團 你到底有沒有加對啊 像現在跟過去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甚至很多主力都是利用這個粉絲團在出貨 沒錯 對或者說在網路上呢 隨隨便便就做一個廣告 然後你就去拿了標股 然後你就發現你上當了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社會上很多的陷阱 那這邊彥榮呢 我們是正派經營的一個公司 那麼我們都是有執照 那麼是這個主管機關特許的行業 那這邊的話呢 大家可以放心把我們的資訊帶回去 我們是接受金管會的一個管理的一個單位 所以大家放心 那包括你拿回去的標股 那我想這邊的話呢 都是透過一個主管機關的監控 那包括在4月份 4月份我們所分享的一些股票 其實邏輯都一樣 包括1514的亞利70% 那麼3131的紅樹 3312的紅一股 8064的冬結 那麼亞利是70% 那這其他是30%收割入袋 那另外的話呢 富士檔的部分呢 也有110塊 10張的話差不多是100萬 那4月份操作完之後呢 我也跟你預告說 5月份是大行情的開始 那我跟大家預告的上全 那麼102拉到163 那麼我在上禮拜四也帶會員朋友 以及留電話的粉絲朋友們 我們通通在156到162附近收割 真的是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看今天已經剩下137了 那真的是你看才3天的時間又殺下來 怎麼可以看電視 怎麼可以聽廣播來做呢 真的一定要跟對人啊 那像這個佳能 5月11號週報的預告 7天講究速度55% 7天喔55%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複製就是佳能 佳能第二就是一個速度跟幅度 包括長榮我也是跟你預告 節目上的預告還有週報的預告 也是在一個禮拜之內拉了30% 所以今天的佳能第二呢 就是複製佳能本尊喔 讓你低買長紅長不停 最重要是速度 速度7天就55% 那如何跟上呢 今天只要加LINE留言128加上電話 128加上電話或LINEID就可以跟上 那當然我想大盤的部分喔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地方啊 那麼一定要做一個太弱換牆的動作 那當然今天整個大盤指數的部分 我們看到是在這個21236 那最低是來到21131 其實基本上最近只要21100點 21100點喔 如果能夠守住 它其實就是一個強勢格局 是 就是一個強勢格局 那主要你去觀測喔 這個沒有跌破 或者說沒有看到一個黑K線 然後融券余額大幅度的回補 如果沒有看到這一個 那其實你盡量去找一些個別股 來做一個整個操作 其實獲利的機會還是蠻大的 但是為什麼要太弱換牆 因為整個指標值只要拉到前高 它就壓回 上次拉到前高跌了1000多點嘛 那這一次也拉到前高附近 但是呢 因為有大人在當家嘛 對 所以K線的部分震盪幅度小嘛 這個是有人在撐盤 有人在撐盤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利用這樣的一個氛圍當中 來漁翁得利 來漁翁得利 這個機會還蠻大的 是 好所以包括台積電的部分 那麼我認為其實應該還有再供一波的機會 是 那至於怎麼樣來買 什麼價位來買 我在我的賴當中會講 那你只要加賴進來 有留貼圖的你就看得到 是 要記得留貼圖 加小老鼠小A178 留貼圖你就看得到 那包括當然今年很多股票 然後散熱族群還是在漲啦 6125的廣運 好像3013 3013這個長命電 那麼機殼的散熱族群 那麼都有在漲 那其實這個邏輯觀念你就要選對 就是A指標數據創高點 然後呢 K線創高 回測到均線附近 這就第一位階嘛 是 所以包括這個廣運 或者是這個長命電 這個短線上才慢慢走上來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 如果說關鍵價位首穩 還有機會 如果你想了解廣運 或者是長命電的買點的 不妨你可以現在加賴進來留言 6125加1 那我就會 對我就會告訴你 廣運在哪邊還可以買 那另外就是3013的 3013加1 3013加1 對如果你有興趣這樣留言 我就會告訴你 長命電什麼地方可以買 好不好 那主要其實就複製喔 索羅門為什麼會有 上一段是1.9倍 這一段是1倍 都是因為K線創高 A指標跟RSI創高 然後回撤到整個均線附近 所以呢 在整個索羅門的部分 我在5月5號周報就跟你預告了 那這些都是複製相同的方法 所選出來的 包括尼德科操縱 4月6號周報預告 也是一樣的邏輯概念 就是K線創高 均線回撤到均線低位階 然後你就會買了轉折點 不用跟別人現在搶破頭 所以呢 在股市當中 你只要找到成功的模式 那你的資金就會快速翻倍 是 你現在可以跟我先來吃魚 然後慢慢來學習 我的成功邏輯概念 是 就像這個5月11號 周報預告的佳能 那麼第一季每股盈餘0.53元 光學鏡頭的股票 它是合碩集團的股票 是 那麼最重要今天複製佳能的原因 是因為速度很重要 7天就55% 是 對啊 你聽到這個大人物講的話 那好像會擔心 是不是會惹惱對岸 還是怎麼樣 那對岸目前還沒有激烈的手段 你可能會有點擔心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能夠找到股票 是速度很快的 天天漲不停的 那我們是不是資金不要 parking在這個盤面上太久 這樣就可以放心一點 是 對不對 所以呢 加能第二就是7天的時間拉55% 我認為它會有60%以上的機會 是 60%以上的機會 所以呢 如果你不敢抱太久的 你希望可以速度快一點的 趕快把它收割起來的 是 那你就來索取這一檔 好 那麼這個加能第二 那如何來索取呢 那麼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想自己操作都沒有關係 直接來索取這個粉絲的福利 是的 聽眾朋友們 你想要自己操作 還是要讓老師帶你操作呢 福利來囉 這檔加能第二 想要自己操作的呢 留言128加1 如果呢 想要讓葉蓉老師帶著你一起操作的 留言128加上電話或者是LINEID 老師的LINE給他寫下來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等一下記得加LINE來留言128加1 或者是128加上電話或LINEID 來索取這檔加能第二喔 好 各位好朋友們 你記得嗎 今年已經5月21號了 是 我從4月底天天告訴你 5月份是大行情的起點 是 我相信你應該還有印象 我每天都在講 那我是不是跟你預告102的上全 漲到163 是 有沒有 那60% 然後我也帶會員跟有留電話來粉絲朋友們 出在156到162 有沒有 是 那我也拿出證據了 像加能是在5月11號預告的 也拉了55% 7天喔 是 長榮是在這個地方是30% 也是7天 一個禮拜之內完成 是 那上全其實上禮拜也漲了30% 所以你要找到一張股票漲30% 要找很久 那你現在可能自己去找 或者是你學的方法也沒有辦法 但是燕龍老師只要點名的股票 一個禮拜就30% 包括我的三胞胎目前在獲利當中 那三胞胎我不讓你追高了 你現在我們重新來佈局新的股票 你就可以跟我們在七頭市的平等 成本會一樣 就是這個佳能第二 佳能第二 對 現在要低買 而且呢 會長紅 而且會漲不停 把握機會 現在就加LINE進來 或撥打廣告當中的電話 是 加LINE進來留言128加電話 或者是128加上LINEID 來跟上燕龍的行列喔 是的 在這裡分享我們陳燕龍老師 給會員還有留電話粉絲的操作跟預告 2359所羅門有十支漲停 6230尼德科超重也有十支漲停 上全有六支漲停 佳能在七天漲了55% 我們燕龍老師最大的特色就是 在週報還有節目當中 或者是網路影片當中都事前預告 事後驗證老師真的超厲害 目前老師之前分享的三胞胎正在獲利當中 所以接下來操作的這檔佳能第二 獲利目標會有60%以上 明天十點之前就會進場 聽眾朋友們 今天務必要趕快跟老師聯絡 現在趕快加老師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來留言128加上電話或LINEID 128加上電話或LINEID 我們燕龍老師就會帶大家 一起來上車本波最標最強的股票喔 休息一下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 歡迎回到我們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節目 老師在節目當中 有讓你一次就能夠翻身超強股票 聽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前一段節目沒有聽到的朋友 也可以搜尋YouTube股市A指標 或者是搜尋我們陳彥榮分析師 還是可以了解這其中的奧秘跟成為粉絲加入會員喔 是的老師 欸我又有問題了 為什麼00929好像長不動 是沒有關係等一下來解讀喔 是然後還有想要請老師分享啊 接下來台股有哪些關鍵提醒呢 好的我想關於這個00929 其實彥榮每次做一件事情 哇就是拼命三郎啊 我最近想說很多人對這個ETF有興趣 所以我就想要開一個頻道 我要專門講ETF 所以我包括我也去學喔 自己怎麼樣來錄自己錄影 然後呢自己剪輯影片 然後自己上傳 是那實際上我也學到東西了 但是我最近的重感冒喔 我昨天也是有錄一支影片喔 那有傳到00929 如果你有興趣的 其實都可以到我的line當中 那麼我都會傳給大家 但是我要跟大家強調 可能我一個禮拜只能追蹤ETF一次 應該會在這一個禮拜天 好禮拜天放假的時候 來錄一個ETF的影片 是那這個會追蹤包括像昨天 談到的00929 你要記得訂閱影片 那我影片上傳你才會知道 是好那我們談談00929 00929 那麼過去從這個3月中一路跌下來 跌到19.3 從21.8 為什麼跌了十幾%下來 因為其實股價喔 包括ETF都一樣 它在一個多空循環裡面 那在我的A指標 我在證券夜17年 發明了這個工具A指標 它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最高價當天最高點附近 指標是最高點 那最低價當天最低點附近 指標會是最低點 所以呢 如果你在最高點附近 能夠先賣掉 你就可以避開10%左右的跌幅 在最低點買進去 你會發現像這個00878 上次這個現象出現 就拉了10%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呢 上一次的3月中的這個 這個00929 就21.87一路跌到19.3 就因為A指標數據 拉到前高了 那但是下跌的過程裡面 A指標數據還是有創新低的 代表什麼 這還是在一個空頭走勢當中 那如果你用傳統的技術指標來看 就是它最近的RSI沒有拉高 只有到60幾而已 這就是弱勢的概念 弱勢的概念 所以最近的話 看起來這個價錢 應該說只能說合理價 它沒有說特別便宜 也沒有特別貴 因為它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要存股 就是少少的買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一個 買進去一個月內 可以漲10%以上的 那就是必須要我的A指標數據 回測前低 那這個價位 只要你有在我的LINE裡面 或者說你現在有留言 929加1的 留言929加1的 加LINE進來留言 929加1 將來它要漲10% 那我就會先告訴你 這個是富華00929基金 當然這個00929 有一檔股票 有一個成分股 它有機會拉50%以上 那外資最近 這個不是貨 把這個金融賣掉去 賣超了1萬多張 對啊 但是投信它一直在買超1萬多張 這個應該跟我的看法 應該 我不敢講英雄 但是應該說這個意境 這個情境就是 英雄所見略同 我覺得00929 這檔成分股 A指標數據 來到這個0.30 那目前來講 看起來 我認為在一個月到兩個月時間 有拉50%左右的機會 所以你想要擁有這檔 00929的最標成分股嗎 它在一個月到兩個月時間會拉50% 要買幾張都有幾張的 那你有興趣的 現在可以加LINE 進來留言 929加2 是 929加2 這就是粉絲福利 記得加LINE 小老鼠小A178進來 小老鼠小A178 進來留言 929加2 就可以索取粉絲福利 是 好 那我想八卦 接下來其實在操作 那麼要特別注意 當然我對於紅海的部分 我仍然認為還有攻擊一段的機會 是 那因為A指標數據創高點 然後呢 RSI跟K線都有創高點 這是很明確的一個訊號 那短線在哪裡做一個攻擊 那當然我認為 只要關鍵價位 手穩它會有機會 那你有興趣想要跟我同步操作 紅海的 你可以在LINE當中留言 2317加1 那我會帶你來做操作 好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這一個2354的紅准 紅准其實我在 今年的3月份 我也提醒過一次 那它拉高了嘛 那最近我也說先不要追高 等到回撤再說 那最近我也連續跟你提醒 那今天表現也還不錯 那這個股票的話呢 它是機殼散熱伺服器 遊戲機的概念股 那麼機器人概念股 是 我認為只要關鍵價位 手穩其實這個 2354的紅准 那其實還是會有機會的 那如果你想要跟燕龍老師同步操作的 你可以留言 2354加1 我直接來告訴你 是 什麼價位才可以買 有時候你買太早 人家在獲利 那你要求解套 那你買太晚 都已經漲上來了 你又變追高又要等 可能說不定要被追腳也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買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那另外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5234的達星材料 那最近這個運動賽事蠻多的 那大尺寸面板 有一個調價的利多 那它的材料股 就是這個5234的達星材 它是台灣最大的面板的 化學品的供應商 化學材料的供應商 那這個股票 我上次已經 節目預告過 我也帶會員跟粉絲 有流電話的粉絲操作過一次 上次在170附近有收割 收割了一趟 那最近如果跌下來 關鍵價位手穩 這個5234的達星材 我還是會帶會員朋友 或者是有流電話的粉絲朋友 再把它買回來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同步操作的 想要知道 確實的買進價位的 也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5234加1 是5234加1 達星材 5234 達星材 2354紅準 2317紅海 真的不好意思 這不是明白 是 你一定要這個關鍵價位站穩 才可以買 那想了解關鍵價位的 都可以留下股名加1 那麼燕爾老師會來 直接帶你來做操作 是 好那當然上全本尊 那麼在這個地方 那麼102到163 那上禮拜四呢 我已經帶會員朋友 在156到162全數獲利出場 那複製的上全第23 包胎獲利當中 我也不可能讓你追高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做的是佳能第二 佳能第二就是 運用我在股市當中的成功邏輯概念 那這一次因為我認為 我揣摩大家很多心情 可能不太敢抱太久 所以我們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速度很重要 而且幅度也很重要 在7天當中就拉了55% 這是我5月11號周報的預告 那我這一次複製的是佳能第二 它一樣速度很快 那你方法還沒有到位沒關係 你先來跟我學這個吃魚 然後接著你再跟我慢慢學習 學釣魚 對學釣魚 所以呢 我5月份大行情已經講很久了 如果你錯過了上全的60% 佳能的55% 長榮海運的30%了 佳能第二 7天之內拉了55% 我從再複製一次 複製一次這樣的成功概念 佳能第二 一定讓你低低的買 然後他有長紅 長不停的機會 現在呢就加LINE進來留言 128加電話 或者是128加上LINEID 來跟上彥榮的行列 是的我們謝謝彥榮老師 各位投資朋友們 分享彥榮老師給會員 還有留電話粉絲的操作跟預告 2359所羅門 10支漲停 623的尼德科超重 10支漲停 上全6支漲停 佳能7天漲了55% 我們葉容老師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週報節目中 或者是網路影片中 都事前預告事後驗證 老師真的是超厲害 目前老師之前分享的三胞胎 正在獲利當中 接下來操作這一檔佳能第二 獲利目標是60%以上 明天10點之前就會進場 聽眾朋友們 今天務必要跟緊老師 趕快跟老師聯絡喔 現在趕快加老師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留言128 加上電話或LINEID 葉容老師就帶大家一起上車 本波最標最強的股票喔 如果你有加老師的LINE 真的是福利是拿不完的 不同的留言會有不同的福利 千萬要聽好我們今天節目當中的通關密語 今天我們的通關密語有 有粉絲福利 想要知道00929 老師說的未來買點的留言929加1 想要知道老師大推929成份股 有40%到50%獲利空間的留言929加2 今天老師所說的佳能第二 想要自己操作的留言128加1 128加1 想要讓燕榮老師帶你一起操作 佳能第二一起上車這一波最標股 老師的LINE有加起來的 就留言128加上電話或LINEID 等一下聽完節目後 繼續鎖定飛碟聯網網 記得打電話進來或加老師來LINE留言 持續鎖定飛碟聯網網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 讓我們葉容老師來帶你資金快速翻倍 我是白毛我們明天見 我是陳彥榮 祝大家操作順利謝謝 掰掰 掰掰 謝謝 你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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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